自2010年的《非诚勿扰2》之后,众所期待的最新冯氏喜剧《私人定制》终于在日前杀青,一句成全别人恶心自己,更让影片微波鲜火。 不过与冯岛斩编,多半都是非不断,新剧中除了铁打的葛优,两位女主演李小璐与白百合开拍之初,就因都以女一号此剧而传出不和。 虽然这阴写之争,最终似乎由李小璐生出,获得了冯岛亲可认可,但这两位美女的关系自然也成了众所关注的焦点。 6月20日,与夫妻贾乃亮一同亮相自家慈善品牌的李小璐,谈及自己在新戏中的名分,就表现得风度十足。 这戏没有女主角吧,我不是女主角,我是来演这个女主角,百合演技非常好,然后我们俩是不一样的漂亮。 那你觉得你两个谁是偶像派,谁是实力派的? 都是,我们俩都是偶像兼实力吧。 夫妻李小璐以何为贵,为白百合大戴高貌,一旁的贾乃亮也是富场富随, 借自己探班的机会为老婆当起了证人,透露偏长气氛那是相当和谐。 反正我去的时候它是异常的兴奋,然后呢我不在的时候呢就没有平时我在的时候兴奋。 虽然呢,我觉得如果我要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会全程赔到尾,但是当我去探班的那几天我看到小璐拍得是非常开心。 看来虽然合作之初两位美女为一姐地位隔空闹起了小矛盾,最终还是以大局为重稀释宁人了呢。 而对李小璐而言,葛优葛大爷才是片场真正的焦点。 葛大爷的体贴与平衣近人也着实让李小璐感动了一把。 有一场戏我就是衣服会露肩膀,然后呢,他就会,他要推着我肩膀往外走,然后他就怕他的手凉,然后就把每一个镜头前都会把手搓热了,才会搭到我的肩膀上。 就是从细微的细节就能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演员,而且跟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隔膜。 至于冯导这最新款一往两后的搭配到底效果如何,还要电影票房来说没问题了。 同时本片也是李小璐生命复出后的首部作品,当了妈妈的他不仅拍摄全程都将女儿带在身边,更透露正是女儿的降临,让自己感情更加丰富,才萌生了创立慈善品牌的念头。 自己为那些失眠儿童也落伙不知多少次眼泪,这可苦了老公假买量。